小吃鸡 也叫人形回转寿司 就是这些好吃的不动 我们动 你不会不习惯这种地方吗 上学的时候 如果能在小吃鸡实现 美食的自由的话 那是每个穷大学生的梦想 我当然不会不习惯 我不信 来不试试 老板 帮我拿两份抽豆腐 好的 这味道也一般呀 炸的时间不够久 外皮不够酥脆 另外藤汁太少 不够濃 不如我吃一下吧 我们学校才不服气呢 走 下一下 我已经到这儿了 吞死我了 一会儿我给你买点精维球 是不是可以了 不用了 化学治疗 不如有点治疗 跟我走 怎么突然想到来这儿了 我就是想走走 回味一下 不用为生活发愁 不用为工作担忧 没有失败感情的大学生活 多好呀 那个时候我也期盼着 能够快点毕业 你有很多事情 只有大人才能去做 我也有期盼着 我期盼着 有一份向阳而生的工作 一场幸福可见的婚姻 和一个可以憧憬的未来 听起来很不错 想好怎么实现了吗 虽然拓展部 不是我自己想要来的 但是我既然来了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好好工作的 至于婚姻 你的提议 我有认真地考虑过 接触了几次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很适合不如婚姻的人 只是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是我 即便是为了阿姨 你的条件 也会有很多个选择 为什么选择我 因为跟你在一起 我有一种契合感 和安心感 对 确实 我们两个很多地方都很同频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因为我们是同学 知根知底 婚姻中不一定非要有爱情 舒适稳定也很重要 你说得对 用不期待的态度 去铺点婚姻的底色 说不定之后呢 每一天都能有惊喜 只要起点够低 幸福感就够高 不过我现在工作一塌糊涂 对你有点不太公平了 怎么会 事业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婚姻的意义 也不应该只有这一层 你想 如果真的步入了婚姻殿堂 累了以后有个人 在家里等着你 两个人一起看场电影 遇到棘手的工作了 可以互相商量一下对策 一起吐槽工作和领导 这不都是婚姻的好处吗 听上去还挺不错的 没有任何人能够规定 是不是只有功成名就了之后 才能够结婚啊 我理想当中的婚姻 应该是两个人一起 期待一下未来的生活 是什么呀 打开看看 那里面到底是什么 是 只要勇敢地 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说不定就有正确答案了 继续好 我想好了 我们结婚吧 明天就去领证 我 嗯 你 还记得风 拥挤着些香 柠檬搭配咖啡 默契却慌张 许写从前温暖的时光 思绪翻涌成了真心在跌宕 大雨满沱的片刻 回忆重新背高了 你的阴谋向天空